这个区是温哥华比较南边的区 叫马博区 而这区里面呢 这个小区呢 又是比较早期 他们建的那种比较是中密度的公寓 而这一片的住宅区呢 他们都是白人为主 但是呢 他们整理的非常的整洁干净 这边的房子呢 都是以出租的为主 而且大部分都已经都租出去了 看这边是North Magazine 就是已经全租满了 这个区呢 这个特色 然后这边已经开始都是re-zoning了 事实上呢 假如有开发商来介入的话 它是可以重建的 比如说对面这一栋 它整栋呢 都开始要重建 看它就是早期几十年前建的那种旧式的公寓 他们这边呢 准备建房子的时候呢 一定在前面的side wall旁边的树呢 都会围着保护的一个网 他们的市政府规定的 以温哥华的市区呢 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律所特别的多 那这栋楼 准备要被重建了 温哥华的地太少了 然后又是外来的人口一直进来 所以他们旅中领之后呢 还是会往比较是中密度的这个方向去建 但温哥华里面呢 他们比较不倾向于建高密度的那种素材 在这个准备的这个房子前面呢 他们都会照规定把这树围起来 保护起来 直到建完以后才会把它拆掉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